买车不用再迷茫了 以下四款车堪称合资 B级车里面的耐用王和性价王 并且它们还都是属于豪华BBA 现在价格方面是能够被我们上班族所接受得起 尤其是最后一款 标配大后驱 动力强 操控好 相比Benz C便宜十多万 第一款奥迪SL 新车延续了奥迪家族式最新的设计语言 再结合当下潮流的设计以及主流美学 外观方面的造型看起来十分的霸气 前辆也是依然采用大尺寸不规则的进气格栓 再加上蜂窝状的中瓦以及银色失调进行点缀 凸显了这款车该有的运动感 新车搭载了2.0T发动机 也是奉为高低功率 马力能够包含着19和252 扭矩能够达到320和370 0-100加速8.2秒和6秒 百公里油耗低至6.7和7.2 匹配7档14双离合 换档平顺 动力强劲 底盘采用的是五连杆式独立悬架 操控性这一方面是丝毫不输宝马 漂移过完也是游刃有余 现在官方售价32万1.8到39万6800 而低功率版本优换以后只需24万6就可以了 马力虽然只有19 但是满足家用和上海班待步也是足够了 像它的高功率版本优换以后也要32万多了 我个人感觉还是它的低功率版本入手比较划算 相比同级杯的奔驰C和宝马3C 无论是在配置 动力 价格等方面都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再加上这款车长度达到4米858 轴距2米908 空间方面表现也是要比奔驰豪帮外出色不少 开出去也是不丢面子 对于这样一款动力强 价格亲民 并且配置不出同级杯的奥迪A4L 你会入手吗 第二款Liquan Z 这款在歪端方面也是做出了大面积的熏黑处理 再加上随处可见的装饰条 以及运动式的轮毂 营造出来的视觉感受非常的强烈 内饰方面也是非常的惊艳 车内1.1米的大屏幕 我感觉它是在教奔驰做内饰 花样盘也是采用了触控式的设计 直接将整体的科技感拉高了一个层次 并且操作起来也是流畅便捷 满足你行车过程中的驾驶乐趣 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车内采用的是双拼色的设计 用料方面是比较厚道 大面积的软质材料进行包裹 精致感十足 现在官方指导价252800-340800 终端优惠是在12000左右 入门级车型现在只需24000多就能够入手 价格方面还是很亲民的 并且在安全配置方面是不含糊 主腹气囊 前后排侧气囊 前后排头部气囊 主被动行人保护 这都是标配 推荐你入手他的入门级车型就可以 只比他的中高倍车型 缺少了座椅通风加热 前后注射雷达 车道保湿辅助 车道偏离运警等等 满足你行车安全 它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在动力方面 全系都是8IT变速箱 搭载20T发轮机 马力能够包到246 扭矩能够达到376 而且不分高低功率 这点它还是很两亲的 并且现在零百加速只需6.8秒 油耗低至7.2 也是有着不错的燃油经济性 这款车轴距达到2.930 超长达到了4.982 车内的空间也是比较宽敞 无论是什么样身材的人 坐进去都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坐姿 也是有很多人拿它和福特蒙迪欧相对比 虽然它们三大件都一样 但是这款车在做工用料 车内的豪华程度和性价比方面 是蒙迪欧远不能骑的 并且它的性价比 要比奔驰C和奥迪A4L等车型还要高 对于这样一款车你会入手吗 第三款Katilakar CT4 玩感方面也是非常有辨识度 造型也是有历史传承的 同时也彰显了这款车该有的不妥协文化 钻石切割的风格 再加上实验式的设计 可以说是运用到了极致 这款车搭载了通级别少有的LED转向辅助照明灯 再加上车身侧面的比例也是十分的协调 车头长 车尾紧凑 以及纵制的发动机加后驱乐部局 动力输出可以说是一步到位 马力也是能够爆发出237 扭矩能够达到350 匹配8IT变子箱 无论是换挡屏顺性还是日常驾驶 它都极大提升了驾驶者的信心 内饰方面翻毛皮的座椅 逐腹电动调节 座椅记忆 8英寸中部比例和BOSS影响 主动降噪技术 让你在行车过程中 驾驶乐趣和隔音性都达到了通级别的天花板 虽然这款车在空间方面表现得很一般 车长只有4米76 轴距只有2米775 但是它的入门级车型制造价 从235千7跌至199千7 现在狂降4万 就能够拥有同级别 唯一一款拥有纵制后驱的发冷机 再加上50比50的配比 可以说是它初到级巅峰 在操控方面完全不输宝马 甚至大有碾压的趋势 如果你比较喜欢激情驾驶 那么这款车非常值得入手 第四款捷豹XFL 都说七折虎八折豹 说的就是这款车 保值率非常的差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它确实是一款好车呀 无论是价格 配置 动力等方面 都是要比同级别车型强上不少 现在起售价R9万9千8到32万6千8 低配车型优惠能够达到7万 高倍车型优惠能够达到9万 Uman级车型现在直接跌至22万多 就能够入手 动力方面搭载了220T发冷机 加8IT变子箱 马力能够包含着200匹和250 扭矩能够达到320和365 性价比最高的还要数它的高功率版本 无论是在动力还是车身配置方面 都非常值得入手 再加上大后驱的布局 以及2米78的车长和3米1的轴距 让这款车在空间和操控方面 表现得非常的棒 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说 这款车它的性价比 都要比同级别车型划算太多了 入手也是比较合适 对此你会考虑吗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